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倒轉想了 審人 因為其實跌得這麼深 到最後我當它油價落到50元 其實後面那段我怕那些股份開始沒有那麼敏感 譬如說你一看第一件事就是看一些油股 油股對得很深的 但是我建議沽了883或者857那些要吃些糊了 另外呢 反過來看 買航空股都要吃糊 因為今天升得很急的航空股 它已經反映了很多的了 你知道的啦 突然間你的油價突然急抽5% 當反彈的那樣子 那些航空股會全部搭下來的 那你這樣賣很沒人的 所以我覺得你這些擺明是短炒肩膀機的 先吃了糊它 反正市都現在其實根本定價 你不知道做什麼 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等騰訊 如果你下件事件 逐件逐件事件去等 你又不知道那個四中全會什麼時候開 所以這些其實我覺得 暫時如果短線你報導 譬如說今天比亞迪剛剛講到 有大摩唱 是啊 大摩現在才出來唱 是啊 原來剛剛看到 那就是 我覺得如果你看到它升5個這樣 我都建議吃就吃 是啊 5個都吃 5個都吃的 是啊 是的 現在不丟不丟 它升3個 所以這些我覺得部署上面要懂得怎樣做 最重要是肯食糊 因為這個市沒有辦法可以預測 現在